哈喽,你们好,我是小杰 今天新出了一张新地图,千户苗寨 那么在我第一局跑这张地图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这张地图的彩蛋 这个彩蛋也是挺容易发现的 抛着抛着突然就有一个缺口在这里 左边是有三只小狗狗 对着前面看,他已经看到我发现的这一个饭店了 这个绍华饭店请上二楼 好,那我们就跟着上去,这里要开个单器 上来之后发现这里全部都是酒坛子 最明显的也就是这一只猫了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有酒有肉 这个肉还是挺新鲜的嘛 但问题是连个厨师都没有,我无从下手啊 要不把这只猫给抱着吧 呵呵,不闹了不闹了 其实在这个饭店的右侧这边还是有一条小道的 这条小道也是比较隐蔽的 一般人都发现不了 那些不一般的人把你们小一给抠起来 刚玩这张地图,你们都已经发现这个彩蛋了吗 看看有多少人已经发现了呢 嘿嘿,好 这张地图的风景呢 还有它的设计也是蛮好看的 还有灵性的动物 旁边呢可以看到很多的阶梯 这边是可以踩下来的 可以看到旁边的鸭子 小鸭子在洗澡呢 在前面呢已经看到了阿猫阿狗等动物 这边还有老母鸡呢 好的,我这边把我能知道的彩蛋呢 已经跟大家说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一下哦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